感謝我們的蔡英文 如果一直不發 請投四個同意 你不要吃萊豬 請投四個同意 什麼支持蔡英文跟不吃萊豬 居然都要投下同意票 到底公投宣獎有沒有說錯 原來這是公投的同意方 最近在高雄鳳山街頭 進行的宣講 但卻被綠營認為 根本是在混淆視聽 我們要投出四個不同意票 我們都勇敢大聲說 用除老婆的行為 就是破壞台灣民主政治 一個不良的示範 我們也有很多支持者 他18號要投下四個同意 他支持民進黨怎麼樣 話剛說完 還真的有超過十年 黨齡的支持者 秀出黨政 出面反萊豬 另外台南市也出現正義看板 這塊四項同意公投看板 緊貼著市長黃偉哲的看板 第一時間 連附近民眾也嚇一跳 這塊公投同意看板 最近就出現在台南市的後甲圓環 但到底會不會造成混淆 兩個看起來廣告是連在一起的 沒有仔細看會以為是 投一幅廣告 兩位看板他們 背後所代表的顏色 就不同了 所以不會聯想成 其實他們是投一幅 到底有沒有違規違法 選委會表示 公投法根本沒有明顯規範 但也看得出來 距離投票日越近 雙方攻防也越來越激烈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